2017-2018年跨年演唱会马上就要到了 去年娱乐龙头老大芒果没有拿到牌照 跨年演唱会黯淡无比 今年大芒果第一个拿到牌照 满足了高傲芒果粉的心 去年 芒果台虽没有拿到牌照 可人家在芒果TV播出 热度几乎碾压所有电视台的节目 今年 芒果台的已经开始邀请嘉宾了 张贵妹 张杰 田富珍 吴亦凡 李一峰 杨阳 蔡依林 刘德华已经接受了邀请 这么多大她 看来看点十足啊 可是 节目没有最终落定 马上就爆出 无星不在芒果台跨年 而是去了江苏卫视跨年 无星去江苏卫视跨年的原因并不是子虚乌有 而是因去年的一件事情 去年 湖南卫视卫视的跨年节目单有无星的节目 在彩排的时候 效果不错 可是 最终节目被谈了 无星在微博表达了自己的遗憾感言 但从无星的口气来看 自己很是不高兴 浪费那么时间和精力 无星舞蹈步行 大家是知道的 为了这个节目无星付出了很多精力 最后芒果为了减压时间 谈掉了自己的节目 今年 江苏卫视邀请了潘伟柏和无星 他们将首次跨年合作 如果这样的话 无尾熊CP再次合作 粉丝估计要感动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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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